9月16日,英超联赛最新一轮焦点大战,这次对任律务浦的比赛中,这次主场出现的这样一幕,让中国球迷们相当的无语,悲哀,中国人炮制世界独坛,年度最闹残广告,韩国第一巨星一脸盲啥,这一幕出现,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, 这次主场的广告台上出现了这样一星汉字,内容写的是,恭喜孙星明欧巴喜提应超通行征,欢挺斯密达,一共19个大字,随后镜头给他刚刚归队报道,坐在球队替补习上的孙星明,只见孙星明一脸的猛逼,显然,他根本不知道,这广告台,是专门为他写的,在今年夏天, 韩国足摊第一巨星孙星明先后转战世界杯,亚运会和国际足球热身赛,持续有出色的表现,最终在亚运会赛场上拥夺金牌,获得了免除复兵役的机会, 而这星汉字广告主要也是对此表示祝贺,然而,你要祝贺孙星明,好歹也用乔语,再不敬也用英语让人家看得懂吧,你用汉语,是专门用来给中国人看,显示你多么不伦不类和崇洋内外,关键是这半土半洋的组合方式,中国球迷也有点看不懂啊, 这毫无疑问是年度最脑残的中国足球人营销案例,没有之一,对此,中国球迷们纷纷在社交媒体,上路去中国广告商的脑残和奇葩,甜蜜XX,某某广告商,像Krywhi挺斯密的啥意思啊,机器翻译的吧,给中国球迷看也看不懂啊,XX,汉奸行径。